凉拌菜啊 人人都爱吃 但是您知道在家里面怎么样做出凉拌菜 清脆爽口 还不下汤吗 今天呢 我就把我的制作方法分享给大家 首先准备黄瓜 尖椒 洋葱 还有干豆腐 香菜啊 准备好以后呢 黄瓜呢 给它切成小块 放到盆中备用 这个时候啊 咱们再撕点干豆腐 尖椒 给它掰成块 洋葱呢 也用手掰啊 掰成块 这样更入味啊 再准备点啥呢 咱东北的黑木耳 然后呢 再来点小香菜 手机有点在家 能帮兄弟先点个赞吗 就是照屏幕上点两下 我都这么说了 你就帮兄弟点两下 感谢 然后再来点蒜末 炸好的花生米 放入盆中 锅中烧油啊 咱们先把这个鸡蛋炒一下吧 炒碎点的 加入葱花 来半勺东北的黄豆酱 再烹入啥呢 酱油 这小味就上来了啊 炸好酱以后呢 给它放入菜中 加入点辣椒油 少来点味精 不喜欢吃味精 咱就可以补放啊 给它搁了均匀 其实啊 我叫大大菜啥都不想要 就想要个免费的双鸡 您能帮兄弟点一个吗 方便日后有啥不会的 咱们好有个参考 搁了均匀以后呢 出锅装盘 这个小凉拌菜 你就像我这么做 可好吃了 你学会了吗 最后还是那句话 关注我 也许还真有点用 感谢大家